這個TDRG呢 實際上我在玩這樣子賽事的人 都會知道這個比賽 挑一個車頭呢 沒什麼條件 就是長得要帥 妹子要多 我看就是你 好 大家好 我是黑豬豬 今天呢 我們熱血沸騰的一大清掃 剛剛聽到那個環巾 那個熊熊熊的馬力聲 今天呢 我們來到苗栗 熊熊海水日常 因為呢 今天有個非常重要 而且盛大的賽事 就是我們的TDRT 機車直線加速賽 一到現場之後 我們就看到那個殺氣騰騰的眼神 每一個人拿他們的車車 燒牌 冒出來那些熱氣騰騰的煙霧 就知道今天一定是一個非常熱血 而且很有看著的一天 所以今天就讓祖祖帶大家來大開眼界 看看這個白牌車的加速賽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好不好 GO 我們現在在現場呢 看到這個煙霧瀰漫的畫面呢 會覺得過來有點害怕 因為聲音非常的大聲 吹油美 然後讓後輪呢 完全這樣子 哇 煙炸開 這個過程呢 我們叫做他們在燒拍 這是一個在車子上場之前 非常非常重要的行前準備工作 就是要讓你的後輪 溫度吹到最高 讓它的抓地力 摩擦力得到最好 因為起步的那一瞬間很關鍵 全部都在起步的那一瞬間 這個TDRT呢 算是在白牌車直線加速賽裡面呢 基本上我在玩這樣子賽事的人都會知道這個比賽 一年呢 會辦四次 舉辦的理由呢 是一個非常溫馨的理由 就是呢 這個主辦人徐大哥 當初呢 因為他自己的兒子 非常的喜歡騎車玩車 他想說這個兒子呢 長這麼大這麼叛逆 叛逆起來了 叫他不要去玩車很危險啊 所以不然就想說 好 既然這樣子的兒子那麼愛玩車 不如老爸我直接幫你辦一個比賽 因為老爸我有錢 淋巴有錢就是任性 沒有啦 不是任性 是一個愛兒子的心 所以呢 這個主辦人徐大哥呢 舉辦了這樣子的一個賽事 讓這些愛玩車的朋友們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發揮場地 那不知道徐大哥的兒子最近車騎得怎樣呢 不知道成績如何 待會我們去現場找找找看 徐大哥的兒子 你到底在哪裡呢 今天這集的主題就叫做 徐大哥的兒子 你在哪裡 解鎖 找到了 聽說就是因為你很喜歡騎車 你爸怕你危險 就幫你辦了比賽 對 那你今天成績怎麼樣 我不會下去啊 你不會下去 真的假的 怎麼會 啊不是比賽為了你辦的嗎 沒有 因為我有害怕 是這樣 害怕 應該是怕死吧 對 怕死 沒有 年紀有但我怕死 我也怕死 超怕死 我們看那個賽道的重機 都是拿那個軟拆一包在那邊軟 那拆一包是讓你持續那種 但是它還是需要再更熱一點 那為什麼它後面有的人 剛剛我看到它正在後面 是要這樣踩它 因為輪胎刷完了以後 它會有黏度 人踩上面是要讓輪胎跟地面 產生更大的抓地力 那我們今天這個比賽 勝負是純碳秒數 所以我們計秒數是計到小數點 小數點都會有差 後面幾位 0.000 小數點後 再安位 很清楚 代表我們這個比賽非常專業 因為我剛剛這樣看嘛 我就想說 到底成為這樣一個 直線加速賽的車手 因為你看到車行這麼多人 一個人在那邊幫忙 那那個負責去騎的人 為什麼是他 如果是我的的話 一定說就選我選我選我 喂用喂用 不要吵辣 我覺得當車手 其實也是要有一點點的天賦 長得帥 沒多 也可以這麼說啦 不要下班好嗎 因為本身車手 你要該有一定的細密度 因為他轉的油輪的控制 都是差那個零點幾秒的 就是直線 也沒有轉彎 有那麼難嗎 因為車每台都做到動力很大 所以你仍要有辦法駕馭這台車 如果駕馭不好的狀況 是有可能開車的 對 有可能 因為車手他今天有時候 不是只有騎一台車 可能甚至騎到十幾台 所以你對每一台車的 適應能力要非常的強 所以強的車手 只要今天騎到這台車 我馬上有辦法做事力去調整 要如何去控制 把這台車發揮到最快的跑速 想要快 沒有刹車就快 好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大家看到 我們在往前衝 直線民國灣 都只有過兩次有這麼難嗎 我們家伙騎那台小Q系 也是這樣往前騎 人家也是往前騎 我也可以下一次 有 真的需要這個 我們一長時間的訓練 很細膩的 對不對 而且呢 你要駕一台車 不然就被那台車駕 徐大哥兒子說 成為一個車丑的 沒什麼條件 就是長得要帥 妹子要多 對啊 帥啊 對 我看就是你 妹子越多 分數越高 妹子越多 對 來啊 來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你騎個幾台車 沒幾台 兩三台而已 你一個人要上去幾次 你要看你報名的車輛數啊 有一個車隊報名十幾輛 那你就是分趟下去騎 那你一個人要分配到幾台 之前曾經最多騎到16台 同一場比賽 16台還要吹3趟喔 那你要乘以3 16乘以3是多少 3 6 1 4 8 3 1 3 4 8 你下次要準備4 4 8 你太貴了吧 贊助很那麼厲害 車一贊助一下我們選手好不好 你怎麼看得出來我厲害 我確實蠻厲害的 到底那個分秒必勝 那個必勝的關鍵 那你一定有些小解竅嗎 假設大家車子都是比較平均的速度的話 靠的就是你出去的技術 運氣也很重要 如果說你對下去遇到的路況 欸剛好是好的 你是順著出去的 不好了就會失控啊 或者是打滑啊 打滑秒數就差啊 起步的那個瞬間 他腳可能收比較快 有些人是可能到比較後面 他腳才收 這也有差嗎 因為他的姿勢固定 然後他能撐住 他可能腳收不太回來 也有可能 然後就會差到零點幾秒 對 所以其實起步的那個瞬間 是一個必勝的關鍵 對啊 所以這台車是你剛剛比賽的車 對 對 那你剛剛跑幾秒 因為這次有限制的情況下 引擎機器速限制的比較小 大概160kg左右 嗯 但這個馬力很大 那馬力可以來到快30kg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你大概為了這個賽事啊 你做了什麼樣的改 然後讓你的車真的很厲害 這車台是 泰河機的車台 然後這個車殼是 泰纖維的 車殼全部都開模作的 啊 這台車光改裝 花大概30萬 那為什麼你把車殼開掉 它有限制要裝車殼啊 那是有些人的車是沒有車殼的嗎 不同的組別 不同的規範 對不對 那你的車重 多重 目前58 原廠都大概115kg 原廠115kg 現在58kg 那這個車子是一般人 比如說像我 說借我洗洗看是不行的 完全不行 你一定會跌倒 會發生什麼事 搬車都會啊 你騎這麼快啊 你都不會害怕喔 我不會啊 啊你老婆也不會 你跟我老婆 那麼帥怎麼會沒有老婆 女朋友倒是也蠻多的 你完成這樣女朋友都不會罵啊 我們都那麼危險 你怎麼訪問到這裡來了 我要問一下嘛 聊天嘛 這你可以等關掉之後再問我啊 你幾歲開始入這坑 你幹嘛這樣笑那麼開心啦 178在那邊騎 那時候比較小隻 他們叫我來騎一看 一個小小的宿客的啊 這樣很溫馴的 到現在要駕馭 這樣這麼兇的車 第一次有沒有被嚇到 有啊 第一次也翻一圈了 第一次一吹的時候 人就翻了 啊 翻一圈之後 你還可以笑這麼開心 對啊 那一次玩之後 你沒有想說算了 算了 太恐怖了 不要玩好了 不會啊 不會 還是想玩 還是喜歡 蠻刺激的感覺 這是你第一次來參加比賽 我每次都來啊 每次都來 所以你雖然說年輕 跟你經驗也很多啊 還可以 非常厲害 那你要不要透露一下 你待會下去 有沒有什麼小妹妹 不要搶太多吧 放空 對啊 放空就好了 因為你看起來 濕濕穩穩的 你平常不在這個賽特場上的時候 你私下騎車也是這樣的路線 我有千萬 千萬 對 我其實三四十而已吧 喔 我上班都記留很短 你反差很大欸 沒有 你們公司的人知道 你在玩車嗎 你看起來就是蘇珊 我家裡都不知道了 今天過夢 你家裡的人都會知道 真的假的 你要確定的 不要 你跟你爸媽講一句話 不要 來 你為什麼要逼我啊 媽 你為什麼要逼我啊 你為什麼要逼我啊 你叫什麼名字 林生意 生意 今年二十五歲 偷偷玩車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今天就見什麼 聽到 跟爸媽喊話 來爸媽來 說 喔 加個油 好 要支持小孩的興趣 但重點是安全第一 那你現在要去準備了嗎 差不多了 好 他去熱身了 我就不吵他 這樣嗎 你這樣騎這個玩多久了 喔 應該有七八年 同比較 七八年 那你當初怎麼會想要開始玩這個啊 興趣啦 因為我們開機車店啊 喔 你也開機車店 你為什麼會自己下來當車手 啊 因為之前車手的資訊給我們老闆都不一樣 這樣我自己下海之後你騎這個車 不像最深刻 1810 最危險 最刺激的 摔倒啊 你沒有摔過就不會快啊 你這樣講有道理齁 真的啦 人生沒有摔過的話 不會往上爬 對啦 這樣的活動 其實我覺得對於你們真的很喜歡玩改車 改裝車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舞台 對對對 去支持一下 對對對 然後 謝謝 下面一位 那請問怎麼稱呼 小北 小北 好 我們的賽車手 小北哥哥 今天呢我們帶大家來到苗栗通宵海水浴場 來觀摩這場盛大的TDRT機車直線加速賽 我真的是說現場每一個選手 都那種殺氣騰騰 鼓勵全開的樣子 敬佩啊敬佩 不論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甚至到四五十歲稍微資深的 我覺得呢 最重要的他們一樣 都是為了自己喜歡的東西 花了很多時間去努力 然後鑽研 不怕苦不怕難 摔車了 跌倒了再站起來 我覺得這種精神 非常值得我們去效法跟學習 因為 人生就是這樣子嘛 不管你做任何事情 只要是你喜歡的事情 就應該要投入你的心血 並且全力一步 重點是你要堅持不懈 結果就會是好的 人生 就會跑出好的成績單 交出好的秒數 之後我們也會持續的為大家採訪 帶來更多各式各樣精彩的賽事 喜歡我們今天內容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唷 也歡迎大家置入喔 小鈴鐺唷 大小鈴鐺唷 大小鈴鐺唷